2015年5月30日 夏艳霜和宋宏蕾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小家伙的到来 让两个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倍感幸福 人家很高兴 当时主刀医生还说 挺好的女孩 白白白白 很白活跃很白 而且她初初就八天二零 很大个孩子 可没过多久 夫妻俩就发现 安然有些不对劲 孩子是满月之后就觉得不正常 就是黄胆嘛 黄胆一直不退 一直不退的话 打鱼本身打不上 孩子去查了血 花了肝功 快线肝功才知道不正常 就是肝功受损 全都是向上的指边 都是红色的指边 最后确定是胆道闭锁这个病 胆道闭锁是一种新生儿病症 这种疾病是由于胆道堵塞 毒素和胆汁无法排出 导致肝脏坏死衰竭危及生命 那胆道闭锁呢 这是一个将近就是说 每八千到一万五千个儿童 新生的儿童里头就会有一个 也就相当差不多估算 就是说比如说 一万个里头就会有一个孩子 会出现这种叫胆道闭锁 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 就得了这种病 听起来真够吓人的 当天确诊之后 医生就建议小安然 必须马上做手术 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幸运的是 手术很成功 小安然各项指标 全都回到了正常水平 就在宋洪磊和夏燕霜 都以为孩子的病 已经彻底治好的时候 小安然却突然又持续发起了高烧 这一次 孩子直接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夫妻俩立马就慌了 抓着医生问 大夫 我的孩子究竟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接下来 医生的一番话 再一次地把这两口子给吓傻了 孩子的病情还在持续恶化 现在已经出现了半血症 和器官衰竭的并发症 你们随时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意思 做好心理准备 还随时 宋洪磊和夏燕霜想都不敢想 这种情况 已经是小两口第三次经历了 在之前 夏燕霜曾经怀过一次孕 但在第四十天的时候 夏燕霜在自己的呕吐物中 发现有明显的血迹 这个把她吓坏了 丈夫宋洪磊赶紧带着妻子 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 胎儿发育不良 两口子坚持了整整五个月 本想着胎儿可能会慢慢变好 但事与愿违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们最终选择了银产 2014年 夏燕霜再次怀孕 这一次夫妻俩格外地小心 为了能让胎儿健康地出生 夏燕霜还专门买了各种各样的孕育书籍来学习 宋洪磊更是精心地照料着妻子的生活 每一次产检 宋洪磊都要叮嘱妻子 不明白的地方 咱一定得多问问大夫 可以说全家人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宝宝 都充满了期待 然而就在夏燕霜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医生告诉小两口 你这个孩子可能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 但是生命体征还很好 生命体征完好 医生的这句话 就像是救命的稻草一样 让夫妻俩重新看到了希望 从那以后 小两口比之前更加精细地照顾着肚子里的宝宝 2015年5月30号 孩子顺利出生 夫妻俩给孩子取名安然 寓意孩子安然无恙 但小安然并没有因为父母给他取的这个名字 而逃过病魔的折磨 刚刚出生几个月 又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短短十天的时间 宋洪磊和夏燕霜就收到了三十六张并没通知书 可是即便在最最绝望的时候 夫妻俩也没有放弃对女儿的救治 也许是她们的爱女之心感动了上天 这一次小安然在重症监护室里经过整整十三天的抢救之后 奇迹般地度过了悲伤期 小两口一起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而唯一能够跟治孩子的办法 就是肝移植 经过医院配型 宋洪磊可以给女儿做肝移植 这让一家人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但是不幸的是 由于宋洪磊患有重症脂肪肝 并不适合做肝移植手术 看着被病魔折磨得眼眼一息的女儿 宋洪磊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